看看 爸爸跟你说了些什么 我看看 你自己念一念 还是我帮你念一念 你听着 你帮我念吧 我第一次念这东西 遗嘱 刚才爸爸说了吗 说如果我不在了 我的宝贝女儿韩娜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爸爸可能不在了 但无论以后 爸爸在不在这个世界上 我都希望我的宝贝女儿 健康 幸福快乐 爸爸这辈子 就你这一个一年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在我心中 你是爸爸生命的延续 我没别的希望 我就希望你在这个世界上 好好地生活下去 因为爸爸永远都爱你 我会一直守候在你身边 保护你 十八年前 当我把你从地里带回家的时候 爸爸希望看到你一点一点地长大成人 结婚成家 这样爸爸这辈子就安心了 但是爸爸没有本事 没有给你一个好的家 好的生活 无论如何 你都必须要好好地活下去 好好学习 参加高考 只有考上大学 将来才会更好的生活下去 另外 爸爸这辈子就剩下了几千块钱 放在了家里的书桌的抽计里 维持到你参加高考的费用 应该是够了 如果你考上大学了 钱不够 我打听了一下 农村的房子卖不了什么钱 你可以申取助学金 如果还不够 你就拿着爸爸的这封信 去找学校领导 让他们帮帮你 还记得你小时候 一看见爸爸给你买的小熊 就会笑 你自己念吧 我念不下去了 对 还记得 你小时候 你看见爸爸给你买的小熊 就会笑 以前爸爸能送你 便宜 不好看的小熊给你 但是今天 爸爸送给你一个真正的 可爱的小熊 因为 这是 爸爸 最后 可以给 娜娜的一份礼物 我希望 娜娜 以后可以像可爱的小熊一样 快乐 健康 勇敢地活下去 爸爸 爱你 爸爸 最舍不得你 爸爸 韩俊宇 2014年 4月23日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学生 你怎么可以 她再看两个 才太小了 为什么 我愿意 我愿意 唱会 那个 什么 都 划 然后 岳 我